第一次世界的发生也让国家实验室的安全遭到了质疑 为了捕破网 北市在今天一早派裁检车前往中研院 不管是中研院的员工或是周遭觉得有感染疑虑的民众 都可以前往裁检 而P3实验室大楼配合中央的规定 全栋楼工作人员在今天统统停止上班一天 而这次呢 中研院到底有没有善尽他们的监督责任 指挥中心要求他们在十天内提交检讨报告 在检车进驻中研院周遭替民众裁检 虽然已旧接触者进行匡列 但就怕有漏网之余 只要有疑虑的民众都能免费裁检 已经有类似的症状 尤其像现在也是流感期间 他就直接去医院 我们这边是做PCR的部分 所以他如果觉得在这个附近他会有担忧的话 他会有担心的话 而去诊个案被证实后隔天P3实验室大楼门口紧闭 虽然案16816的实验室目前已经暂停使用 他工作的楼层相关人员都要居家隔离 全栋楼工作人员时候通通停止上班一天 但其他中研院员工难免觉得有些担心 我的同事跟我说就是告诉中研院员 告诉大家要小心一点 虽然我不是在那个所的 但是就是如果大家来来会会感觉 还是会很去同院的练力超常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可能是被老皮咬到吧 因为应该操作应该都蛮小心的 今天他都在平安实验室了 应该他经过的一些训练 应该都已经很OK了 实验室严谨却还是成为破口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错 虽然SOP都规定的相当清楚 但中研院有没有负起监督责任 落实健康监测 出现疑似感染症状主动通报 这次显然都没做到 才让工作人员染疫还怕怕走 因此指挥中心要求中研院 10天内要提交检讨报告 派专家小组前往实验室调查 还要做相关疫调才能厘清责任归属 记者学姐云林与台北采访报道